花莲车站启用两周年 而回篮广场也开幕届满一周年了 特别推出了消费满额抽奖 10月8号到10月12号 民众在车站的回篮广场 累积消费满500块钱 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 最大奖是价值将近10万块钱的机车 而10月初一家连锁港式餐厅进驻之后 整个车站的卖场空间全部满额了 希望可以再创业绩高峰 也吸引更多的旅客可以回游花莲 花莲车站回篮广场 继10月7号一家连锁港式餐点进驻之后 所有的卖场空间全部满额 总共有19家的品牌 每个月可以创造超过2000万元的营业额 像我们去年开幕的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有 我们第一个月我们就有30万的一个来客数 非常的高 对 一个月里面 那感谢就是全省各地 大家的一个支持啦 虽然今年来讲因为新冠状病毒的关系 少了很多的观光客 但是在七八月它的表现还是一样的亮眼 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2000万 对 因为我们的商场只有400平然后我们最后100平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好正典港式饮茶然后就是昨天才开幕那它的进驻的话又会帮我们增加更多的营业吉祥庆祝花莲车站启用两周年以及回篮广场开幕满一周年卖场特别推出了周年庆的活动民众在回篮广场消费累积满500元可以获得抽奖券一张 投奖是市价将近10万元的机车 累计消费满500块就可以获得那个一张莫彩券如果说1000块的话是两张一尺类推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因为我们提供的是很具有质感的包括这一次光阳的新型的机车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首席大奖然后第二二奖的话是电动车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我们都是针对我们花莲当地的有泰鲁阁金银酒店一博二十那有提供两名 这个都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然后还有那个那个兆丰农场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远凶大饭店那我们是提供相关的十一住行 希望在这边抽奖抽到的客人可以再回来我们那个第七星回篮广场就是常常来花莲玩 回篮广场周年庆的抽奖活动期间是10月8号到10月12号 花莲乡亲也可以前往购物用餐消费有机会把大奖留在花莲 旧旅会欢迎市报导